哈喽,大家好,这里是蓝蓝自驾游 今天是12月8号 我现在在陕西西安的义和村 这个地方是咸阳和西安交界处 然后往前面走一点点就可以上高速了 就是西安了 现在是早上的8点多一点 车子热一下,我们准备就出发了 过去一个多小时 不到一个小时 高速快得很 就绕成高速 车子热一下 因为天气比较冷嘛 玻璃上也有很多雾气 西安的收费站高级的很啊 自助交费 我还第一次自助交费呢 这一圈玻璃快卸完了 卸完就赶快走了 这是一个老小区 我要倒出去 路特别窄 这里家种的小青菜 你看绿油油的 这个小青菜我在上海的时候特别喜欢吃 但是在北方的话就不喜欢吃 这个小青菜在上海买的就特别的嫩 在北方买的全是丝丝 可能北方种的话就比较缺水 然后这个菜就不好吃 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 刚刚接了一个中面的单子 现在已经到这里了 他们是就是那种单位你知道吗 就是他们没有人过来接 我们进不去 并且他们门口都不让停 现在只能返回来 然后停在马路边上 货已经送到了 他们拉的机器有点是国家机密 我就没有拍视频 这个属于什么研究院的东西 然后他们就把大的东西 刚刚用那个机子 然后运上去了 等一下小的还要再运一趟 刚刚拉了一个起步驾 然后别看那个货物比较小 特别重 好装好卸 都是插车来装插车来卸的 所以还比较好 也特别近 只有四公里 现在还在这边继续等活吧 刚刚在猪雀农户产品那里 拉了一车香蕉 到这个西元物流中心这里 24公里走了一个万小时 独死人了 在这边卸香蕉呢 我刚刚看手机 有一个单子是周面的 2000多到西宁的 我没敢接 因为太远了 因为那边还特别冷 现在快11点了 我已经洗漱好了 还洗了头发 准备睡觉了 这是我准备的明天的早餐 给大家看一下 我今天睡在哪里 这是坝桥的一条马路啊 这边你看 就建了房子嘛 然后这旁边是拆迁的房子 还没有拆迁完成吧 然后还有的房子没有拆迁 没有扒掉 然后今天车子就停在马路边上睡觉了 被子我已经拿出来了 还没铺 刚刚洗漱好 把早餐给弄好了 明天早上一起来一煮 这就是我住的地方 这个酸奶啊 上一次我买了一桶 好好吃 我又买了一桶 上一次买了一千克 我这次买了两千克 好大一桶 准备睡觉了 这个枕头放这里 然后被子一扑 晚安啦 完结 jego 优优独播剧 redemption 前面